其实鸡是暴龙的后代 是的,你没听错 听起来可能有点难以置信 但是有科学家已经提出过这一个假说了 今天就让我们来谈谈鸡和恐龙的关系吧 大家好,我是矿工熊 人生的阅历就像挖矿一样 需要一点一滴生根累积而成的 让我们每次花三分钟 开采出属于自己的宝石吧 首先让我们回到6800-6600万年前 这个时代叫做晚白厄纪 它是白厄纪最后一个阶段 也是地球历史上最后一个恐龙时代 在白厄纪早期 北美洲和欧亚大陆之间的连接还没有完全断开 形成了一个广阔的路桥 这段时间里 恐龙和其他生物都可以在两个大陆之间来回移动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陆地逐渐分裂 形成了南北大陆和其他小陆块 而在当时的北美洲 存在着一种陆地上体型最大的肉食性恐龙 暴龙 它可能是当时北美洲顶级的掠食者之一 拥有相对高的智商和优秀的狩猎技巧 并主要以其他恐龙和爬行动物为食物 暴龙有巨大的头颅骨 单单是头部就可以达到1.5米长 嘴巴里面有超过50颗锯齿状牙齿 最大的牙齿可以长达30厘米 它的前肢相对较短 只有两只手指 但后脚就非常强壮 可用于奔跑和捕猎 最快可以达到每小时20公里 相当于我们骑自行车的速度 但是不要小看它们只能跑这么快 因为这个后脚强壮的特征 将会在后来的进化过程中 成为了一项非常重要的生存工具 在进化过程中 有一些小型恐龙开始演化出了和暴龙相似的后脚结构 令它们也可以奔跑得更快 并且逃脱掠食者的威胁 这些小型恐龙后来演化成鸟类 开始在地球上繁衍生息 事实上 现代鸟类的后脚结构非常接近于暴龙 这就是为什么科学家们会怀疑鸡是暴龙的后代 这个假说又是如何被提出的呢 这就要归功于鸟类学 这个科学领域的学者通过对不同鸟类的研究 发现它们的遗传基因都与恐龙非常相似 这么高的相似度证明了鸟类和恐龙之间的亲缘关系 此外 科学家们也着手研究恐龙化石 并在一些恐龙化石上 发现了鸟类化石中常见的组织和器官 比如羽毛和空气囊 有些恐龙化石上还发现了与现代鸟类类似的特征 例如骨头中空而轻巧 类似于鸟会的嘴巴 和相似的呼吸系统 这些发现都表明 恐龙和现代鸟类之间的关系 比我们本来认为的更加密切 在近年来的研究中 科学家还发现 有一种在鸡蛋中的蛋白质 它的基因序列也存在于一些恐龙的化石中 这也进一步支持了鸡是恐龙后代的理论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鸡和恐龙之间的关系 接下来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恐龙的演化吧 恐龙是地球史上最早的脊椎动物之一 它们在2.3亿年前的三叠季时期就已经出现 在接下来的1亿多年中 恐龙的形态、大小和习性都经历了极大的变化 最早的恐龙大多是杂实性的 体型较小 随着时间的推移 恐龙的体型变得越来越大 也开始出现了肉食性的种类 恐龙的演化也带来了许多独特的特征 譬如锥骨和肋骨的构造 以及鳞片和羽毛等外部特征 其中 恐龙的羽毛被认为是非常重要的演化特征 因为它们不仅提供了保暖和保护的作用 还可以帮助恐龙进行滑翔和飞行 耳机和恐龙有许多相似之处 首先 它们的骨骼、肌肉和内脏结构非常相似 例如 恐龙和现代鸟类都拥有空心骨骼 这有助于减轻身体重量 增加速度和灵活性 其次是它们的行为和生态 许多恐龙都是群居动物 而现代的鸟类也有类似的群居习性 它们在繁殖季节会建造巢穴并照顾幼鸟 现在回到我们最初的问题 鸡是暴龙的后代妈 通过对恐龙和鸡的演化历史的研究 科学家们认为 虽然它们之间存在着很多的共同之处 还发现鸡拥有着恐龙的基因序列 但这只能说恐龙和鸟类在进化之系非常相近而已 耳机和暴龙并没有直接的传承关系 但这个发现至少也向我们展示了 恐龙和现代生物之间的联系 同时也让我们好奇生命的演化历程 那你又觉得恐龙跟现代哪个物种最相似呢 欢迎留言一起讨论 想知道更多关于动物的知识 马上订阅这个频道 想第一时间收到最新影片通知的话 记得按下小铃铛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